我也是打到快30歲了 開始有大的傷害嘛 蓋膝蓋啊 腰啊 然後那時候我會覺得說 我在30歲以前我會也是這樣打啊 然後豆姐就會有她的方式來跟我說 欸 其實這樣是不對的 第一比較新啦 然後第二我覺得 也比較不會說很急的 就是要叫你做她的東西 我們其實蠻跳脫 就是過去的一個訓練的系統被思維 其實我們對運動員的訓練的想法 蠻新的 因為我可能腰不好 然後我家常有訓練膝蓋開刀 變成說很多東西我沒辦法 用直接人家說的大肌肉直接這樣追蹤的樣子 我可能必須要由小肌肉啦 或是從其他方式來帶進去到大肌肉 對 我覺得這一點都覺得還蠻厲害的 從頭開始 就是重新去整整整頓她的身體 那我們就是所謂的一個油內外的一個方式 因為其實肌肉有非常非常多條 那每一條肌肉都有它的不同的功能 它是在支撐我們的一些關節 特別是脊椎啦 或者一些它的一些比較關節的一個功能 選手她365天都是在接受高橋做的訓練 跟不斷的分波的一些賽事 所以我們希望她的身體狀況是能夠 一年下來不管她打了幾場比賽 接受什麼樣的訓練 她的身體的穩定度仍然都在 是 我盡全力了嘛 然後 如果真的 該學下句點的時候 那我也 毫不猶豫了 我覺得我以前很瀟灑的題材 我也不會有任何遺憾 我們可以回到面子 比賽每一年 好 怎麼都放進去 好了 我們是否回家 我們就可以回答 你不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